有關於釣法跟白法的迷思 實在是非常多 我們今天精選了好幾個 五個 第一個塗辣椒跟生薑 真的可以刺激生法嗎 羅伊斯 這很多患者在問 我也很驚訝 這個網路五眼佛界 事實上這個 他刺激茅囊的印象 是我很多 我們一些民眾的迷思 事實上這些 我們反而看到很多 他是因為塗到這些辣椒 生薑 粗鹽 他認為可以刺激茅囊 很多變造成接觸性的皮膚炎 過敏性的皮膚炎 所以這些東西 一般來說都沒有打到刺激頭髮 我覺得還是用指腹按摩是最保險的 因為人是想說去角質啊 什麼的也可以弄一些粗鹽嘛 對 因為其實 賣那個生薑精油的癌 有的時候這個一定會長 塗越多長越快 還要搭配剛剛那個羅伊斯 拿的那一根梳頭髮 對 變按摩對不對 實際上是 長根其實有做一個動物研究 是說這樣塗抹 這樣是不是會容易省髮及髮 會造成毛囊的受傷 所以反而不行喔 千萬不要亂塗 好 再來服避孕藥 可以治療禿頭嗎 羅伊斯 因為這個大家是在網路上 不管是國外國內國外都很多人在講 因為我們講到掉頭髮就是跟男性荷里蒙有關 對 所以男性荷里蒙 然後我用一個女性荷里蒙來對抗它是不是有效呢 聽起來應該有效啊 應該理論上好像有效 然後避孕藥就是女性荷里蒙 對啊 那直接吃用來自吐頭我是沒有聽過 但是國外是有人用什麼呢 我們女生吃的避孕藥跟更年期停經荷里蒙的婦女 她在擦的那個荷里蒙藥膏 成分是一樣只是劑量不一樣 這個是只有一份只有十份 避孕藥是她的十份量很大 她就用那個荷里蒙的藥膏 直接擦在吐頭的部位 就是女性荷里蒙來對抗男性荷里蒙 結果擦到後面到最後是怎麼樣呢 因為她是女性荷里蒙 結果她的乳房男生就變大了 就是男性女乳化了 所以頭髮是沒有長 然後頭髮也沒長出來 這個附中就出來 所以這些是有它的根據 但是實際上剛才我提到 掉頭髮 熊心凸 我們只知道跟遺傳有關 實際上很多我們還不知道 等一下 吳醫師 那如果女生可不可以這樣 女生如果她有掉頭髮的問題 讓她擦了 讓她胸部也變大 剛剛好 因為女生本來她男性荷里蒙 就相對比較低 她本身女性荷里蒙高 她膏都擋不住 你的菜也沒有用 她的膏都擋不住 她會消掉 所以這個東西 治療上面是沒有效 但是很多人有這樣迷思 因為她想到荷里蒙 我就用女的荷里蒙來抗衡她 結果沒有效 做了就沒效 而且複中就出來了 所以也沒有效果就對了 好 再來女生哺乳 可以降低禿頭的風險嗎 這個也是比較沒有科學根據的 很多人會說 媽媽一定要哺乳 那可是其實是像吳醫師剛剛講 這個叫做休止期 對 休止期過了 其實就可以 還是長回來 所以不用太擔心 再來性生活頻繁 男性容易禿頭嗎 常常聽到有人是說 這個男生如果禿頭的話 可能比較澀 那比較澀 就是性生活比較頻繁 這個也是根據說 因為我們是男生掉頭髮 就是跟男性荷里蒙 男性荷里蒙如果很多 很多很強的時候 是不是我的性能力就更強了 那實際上這個情況可以問很多在看電視的大眾 對 有很多人新生活很強 他沒有掉頭髮 頭髮還是很多 很多啊 所以這個其實不用去問他 所以很多人頭髮很少 新生活也不平凡 沒有這個根據的 所以完全沒有根據 羅醫師你有聽過嗎 這個 沒有耶 平常很多患者 他說他容易累啦 性功能低下 可是他頭髮還是很茂密 他沒有腎相關 很多患者還不腎 我發現他頭髮還蠻茂密的 頭髮髮質也很亮麗 因為從中醫的角度來看 你剛剛講說腎氣嘛 所以有些人會講說 是不是這個性生活頻繁 可能用太多或怎麼樣 然後腎氣不足 還是掉頭髮 跟他講我們中醫強調腎 不是腎臟發炎的腎臟發炎的腎 他也不是說這個 一定是強調性功能這一塊 他反而很強調是你身體的 機能的狀況 是屬於老化呢 屬於一些 屬於五上六腑的功能的低下 反而都跟 大家比較在意的 那個補腎壯一樣 並沒有什麼 症相關的一些關係 好 所以這也是無稽之談 性生活頻繁 男性易徒頭 並不是這樣 好另外呢 還有人說 他常常倒立 所以他白頭髮可以變成黑頭髮 真的那麼有效 這個是去年大陸 一個海南島的李先生 李大叔呢 他大概八十幾歲了 他就發現 他這個 怎麼這個滿臉皺紋 結果他頭髮很烏黑茂密 結果發現他就說他的運動 那他運動 他特別強調倒立 就是說他認為倒立 可以讓我們這個氣血 往我們的頭 這聽起來也是好像沒錯啊 然後氣血循環好 對不對 氣血不會說兩虛 這是他推理的 他認為倒立 他因為總是要創造個議題 結果他發現了 記者發現了 他有一天有一兩小時都在運動 倒立運動不到五到十分鐘 他倒立不到五到十分鐘 可是他有將近兩小時 譬如說在跑步啦 譬如說在仰臥起坐啦 還有來回的這個 來回跑步 他的運動是來自於下肢的斷練 而不是是屬於這種倒立運動 所以重點並不是因為他倒立 所以白頭髮變黑頭髮 而是因為他運動的關係 對 所以尤其是有心血管疾病的 你特別不能有倒立的這個動作 會讓我們腦部的這個 這個快速的沖血沖療 所以很多都是迷思啦 好那最後簡單的 我們請吳醫師來提醒大家好不好 如果說擔心掉髮 擔心白頭髮的話要注意什麼 白頭髮 掉頭髮 掉頭髮 實際上好 第一個 你要知道 你有沒有家庭的歷史 譬如說一般我們熊新途掉頭髮 大部分就是看得到爸爸 媽媽 叔叔 爺爺 姑姑和兄弟 有掉頭髮這種跡象